1218现在成了苏院长隔魁保卫站 在行政包含了卫富部长陈世忠 内部长徐国勇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三个人争议不断 国民党立委赖世宝直言说 他们在行政的新三保上行下效 问题就出在苏贞昌的身上 看到今天的国会大现场 好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快来到这个小时的国会大现场 我们邀请到立法委员赖世宝 是大家好 文明早安 现在来聊到四大公投 在即1218似乎成了苏贞昌的隔魁保卫站 不过蔡政府底下高官似乎是争议不断 不只是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他昨天就是说 猪肉吃这个来际就好比人类吃保健食品一般 而对于这个义男 他出国被遣返 打了高端之后被遣返回国 不过陈世忠竟然要他自己注意 就被江启臣委员痛批说 这就跟总统蔡英文当初要 劳工自保的意思是一样的 而对于内政部长徐国勇 他的社会安全网的问题 他是提出了棒球实名制 甚至还提出了超商店员应该要自备辣椒水 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就引发了 为什么治安成本要民间来负责呢 你怎么看现在蔡英文总统的高官 好像变成了行政院的新三宝 这个行政院的新三宝也不奇怪 因为他有个最大的一个宝 就是苏生昌 他最近讲话也是踢踢踢踢的 他大概最近感觉到 他有点紧张 我认为因为现在不断要讲从2024总统是谁 大部分拿赖清德 曾文燦没有提到他 其实你不觉得他很有企图心 想要自己也该讲吗 对不对 所以他最近也有骂一些话也很奇怪 他骂马英九什么老房甸啊什么之类的 像这些话都是很奇怪的话 那上行下效嘛 因为院长本身就是讲话就是这样 突然会骂人家买减小啦 骂人家超死了啦什么之类的 在一个国会殿堂 我在立法院这么久还没有看过一个行政院长 这么一个失态 可以对一个女性的立法委员来骂他买减小 这是多么无论的话 在国会殿堂他是客人的 要尊重尊重立法院 这是起码他的一个态度 那在这样之下 大家氛围之下 他的底下歌员就拼命标什么 就标要能够站板面嘛 怎么样能够站到板面 让这个老板高兴啊 那他官位才能够保住啊 他们讲这些话就是无谓就是要保官位啦 那陈时中讲了说 那毅然要自行负责 然后再过来陈其中讲了 说这个莱克多巴胺 莱契啊是属于健康食品 以及这个棒球的这个虚空所提的 这个东西跟老百姓的感觉都离谱 差距太远 一定会影响到他们公投的结果 所以现在已经绿营的人说 叫他们要阅述一下 公投在即啊 不要再吐嘴啊 这些的官员 这种话讲的越多 对他们的公投结果是越不利的 是 那连接公投就想到今天蔡总统早上去桃园 视察大潭藻礁 不过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他的选情会有影响 会有更加分吗 因为其实潘老师他过去呢 潘中正潘老师 他在4月22号总统府跟蔡英文会面的时候呢 他曾经邀蔡英文一起去陪他视察藻礁 不过蔡英文那时候以行程还要再确定为有婉拒了 不过这一次他视察大潭藻礁 却没有约潘中正潘老师 这个结果有一点过分了啦 人家就看到要你嘛 你看着不要人家呢 就有点失礼 我们喜欢讲礼善往来嘛 是不是这次你大大方方 落落大方 如果你今天就邀潘中正老师去 你看那个效果就不一样 我可以让你看 可以让你提出问题 当面跟你来适宜 那不是更好吗 你现在就是来做秀 来应推 而且确实不管怎么样 三阶现在的方案 对藻礁一定有破坏嘛 不可能没有破坏 藻礁不是只有看得到 水底下的也有嘛 这破坏的程度多少 可是对环保人士来讲 你破坏一点点 他们也都觉得很心疼啦 所以这个藻礁的公投啊 这个蔡总统的这一番的一个视察 我相信他得到的结果 应该是更为负面的 是 现在蔡政府的确是让人需要监督 以及现在需要演示的部分 而讲到蔡政府呢 就想到现在台独顽固分子的名单 国台办表示说 不只有苏登昌 游席坤 还有吴钊燮这三个人 还有第二波的名单 政府总统可能都会包含在内 就连助德代表谢志伟呢 都有可能包含在内 他原本一直在喊说 你怎么没有纳进我 现在他可能就被纳进去了 这个到底怎么样 当然当然是中国大陆 他们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做法 然后我们在台湾这里 也没办法去说什么话 不过这个都是双方的啦 我们希望两岸还是 往比较和缓的方向去走 那到底要怎么来和缓的走 其实这个 没有两个通版是拍不响的啦 我们希望两岸都情绪都能够降下来 那其实我们说这里要提出一个反制 反对他们的高官来台湾 大陆有高官来台湾吗 我不知道好久没有了吧 应该好久没有了 所以他反制的措施到底是什么 我们陆委会剩下一个功能嘛 跟大陆吵架 所以陆委会变成跟大陆吵架委员会 所以难怪大陆会做一些事情出来 两岸就变成恶性的一个螺旋 这个其实对两岸的发展都不好啦 所以蔡政府现在变成是把台海弄得这么的紧张 你看美金来台湾的人数要增加 我们买的武器要增加 我们的国防预算要增加 这难道是台湾人民要的吗 台湾人民要的是说 我们是不是能够过好日子 能够不要有那种战争的阴影 现在你不觉得台湾有战争的阴影吗 随时都有战争的阴影 这个就代表这个政府不够照顾老百姓 是那讲到前几日啊 这是立法院次三读通过了 这个2400亿的海空的战力提升预算 这2400亿呢有2373亿都是用在国军的八项武器之上 这会显示共军他不断的扰台 似乎就是显示了两岸局势不断的兵凶战危 你怎么看现在蔡政府似乎就是想要 以国防提升国防 但是却没有把政治谈判作为条件呢 没错 我记得以前老总统在的时候 是说两岸应该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现在蔡总统好像倒过来了 七分或者八分军事了 要两分政治了 那这个东西对台湾好吗 我们是准备好了吗 那最近的买这个武器基本上都是配合美国要求买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全民动员 还成立一个动员署 这个也是因美国人所要求的 所以美国要求我们要增加武器增加兵力 那么来对抗中国大陆 这部分来讲的话 那个源头就是两岸紧张嘛 那有没有办法用政治手段让两岸不紧张 我们台湾人民也不用说一方面 你花钱就花钱了吧 台湾有钱花 但另一方面 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子弟去当兵 还要冒这种风险 万一去打仗万一怎么样呢 是不是万一真的被打仗呢 万一真的像外面所讲的 这个去他要去打东沙岛 东沙岛我们有官兵啊 几百个官兵在那里啊 都是人家的父母的一个心头一块肉 那你把这个说邱国正讲的很轻松 说我死则国生 问题是你要问老百姓 现在有没有为国牺牲的决心啊 现在有没有啊 是不是 而且这样的紧张 这样的一个局势谁造成的 如果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当然自己来承担 就是这个政府 政府顾这个一些的政策 这完全采取这个敌对对岸的一个政策 那使得这样两岸兵凶战危 我们倒不是说啊这样子我就什么 他们讲的叫绥靖主义啊 就妥协姑息 或者是投降 没有啊 我们一样啊 要准备战力啊 准备军备啊 但是不需要 应该国务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好像最近又要增加了 这个东西很可怕啊 最近不是什么飞机成立又增加什么的 你随时发现 我们随时的钱都是往这里再塞 那这个当然会产生预算排挤效果 因为你比你这么大一块 那你大部分都拿去在军事用途 那你其他的就少了嘛 照顾弱势族群啊 社会安全啊 这部分的钱当然就会少 是 是 好今天谢谢委员 谢谢 好刚刚有讲到 现在不只是蔡政府的高官争议不断 刚刚立委赖世保也有提到说呢 现在有关于国军的战力问题 现在蔡政府的举债是一直不断的飙升 因为现在两岸兵凶战危 甚至会导致说蔡政府是不是失去了 政治谈判的条件 而只顾着提升国防而忽略民生需求呢 有任何的最新议题 我们会持续的为大家来关注 中天委秉持监督的力量 以上是知捷的国会最新 我们将知情镜头交換给彭内主播